我被告了,你沒有聽錯 所有的銀行直接遭受凍結 資產歸零 歡迎來到庫可世界市 今天我們要與大家分享這一個 因為一時疏忽所發生的奇幻經歷 你會好奇發生什麼事嗎? 這件事情可以說是不只在幣圈才會遇到 順便你學到了之後也可以減少採坑的機會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故事吧 走! 這件事情有個奇因 就是我有時候會不定時的賣一些穩定幣 來作為日常的花費所需 畢竟影片的收益可以說都是富的 而通常會在幣圈上慢慢的去賣 這次可以說是第三方詐騙 那麼有什麼辦法能夠避免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我那天做筆錄都做了哪些事情 那如果你沒有做過筆錄的話 這可能也會幫你提前準備一些東西 對,好,我是刷害的 對,好,我是刷害的 就是對,好,我是刷害的 都是從小型的那樣 在身上我發生,所以就是這部的 渡速度是我們可以穿的 老闆女男生 我要到桂林北路110號 給大家看一下台東的警察局 超級無敵大 好 我做完筆錄了 然後現在就在台東 風應該超級無敵大 現在好像有點颱風 那基本上筆錄就是 提供一些個人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什麼案子 那你就是把你的細節講出來 但裡面不能錄影 也不能拍攝 所以就只能口述了 那整件事情呢 其實也蠻離奇的 某種程度來講 算是第三方詐騙吧 我覺得現在這裡風好大 那我們就 這個風有點大 這個風聲應該很吵 我們就回室內 把這整件故事快速的講一遍 我們現在往市區走走 至少來看台東有什麼東西吧 要不然當天來回真的是 好累啊 這個小鎮其實蠻悠閒的耶 你看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文狀 很悠閒 很像在國外 那舉例來講 我現在就是A角色 那這時候有一個B角色 要來跟我買幣 當時我也做了一些 正常會做的身份認證 以及像是銀行帳戶的認證 也就是叫對方提供身份證 以及手持的自拍 還有銀行存折的自拍 那這些都是等 驗證完了之後 進行交易收款 當時我也確實收到了款項 然後呢 就是撥款交易 那完成了這一次的交易之後 過幾天 我所有的帳戶就直接被凍結了 原因呢 就是有人通報他被騙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其實呢 不只我A角色和買幣的B角色 那其實還有一個被騙的是C角色 那我一直都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如果用簡單的方式舉例呢 就是我A 然後B跟我買1000U 那這時B又跑去和C說 欸我賣你一台法拉利 只要3萬新台幣 那可能B同時又跟C 要了我所需要的認證資料之後 傳給了我 當然C付款也是直接付款給我 但我一直認為這始終是那個B 那最後C呢會覺得說 欸他付錢了 但是沒有收到那台法拉利 但是在我的視角中 我是跟B交易 然後成功換匯交易 最後在警察視角內來說 那個C的資金最後 是匯到我的帳戶之中 我希望騙子全家上廁所會 剛好沒有衛生紙 然後走路會踢到門 但撇開這些不說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台灣還有很多很多可以進步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只需要轉賬的人給別人一元 然後舉報說 欸只要是疑似詐騙 又或者是銀行員只要舉報說一次有洗錢的可能 警察就能夠二話不說的凍結對方所有的銀行帳戶 而不是只有單一銀行 等到所有事情都檢驗完才發現說 欸原來這個人也只是個受害者 在過程之中也已經拖了好幾個月 我覺得這個是蠻不合理的做法 那這件事情不只是Web3才會遇到 只能說在這個領域遇到的機率又更大了 那身邊有朋友因為類似的事情再加上疫情 被整整一年都沒有辦法使用銀行 那至於如何預防呢?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中學到的就是 不要直接把收款的帳戶給不認識的人 就算你沒有錯 問性無愧只有做買賣也都是一樣的 以目前的話也沒有完全防治的方法 也希望接下來有關部門可以努力改善 我比較好奇的是有沒有觀眾遇到類似的事情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會在底下選出三個最佳鬼故事 做成IG和Youtube的貼文與大家分享 那你酷光的機會到了 最後呢如果覺得這個不是我自認識的實驗 對你有幫助的話也歡迎幫我們點個讚 並且與身邊的好朋友分享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酷可實驗室的話 也可以趕快訂閱起來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分心 當然酷可實驗室的Instagram和Discord上 也都會有一些額外的商業知識 每週四晚上9點也都會有語音活動和抽獎活動 那晚上10點呢接著就會有盤式分析 那連結都會在影片下方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掰掰 下方同時可以回來 下方的影片吧 下方要在影片下方還是嘴裡 下方列星內 請給我們影片下方 by bwd6